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节目呢 我特别要感谢两位女士 没有她们就没有这个节目 第一位是陈玉秀女士 第二位是邱如华女士 她开启了一扇小小的窗户 让我们可以从台湾摇望我们的邻居 东南亚的几个国家 再来我想要谢谢公共电视跟华视的团队 没有你们这个节目几乎无法持续下去 尤其在疫情的时候 徐秋华 郭婉林 胡新平 刘文艳 廖宜如 谢谢你们的鼓励 再来我要谢谢我的团队 北一大的江明清老师 她真正带领这个节目 有了方向及有了内涵 同时把动人的东南亚的故事 带回台湾来启发台湾的观众 我的另外两个非常好的同事 王丽兰跟陈玉林 他们两位都是妈妈 在我们制作这个节目当中 怀孕生了小孩 同时还要照顾这个节目的品质 真正的是妈妈真伟大 另外我还要谢谢戴佩妮 宋若珍 王维杰 跟谢兰相 他们都是我长期合作的伙伴 最后我想要谢谢我的母亲 她已经过世了 我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 也是导演 假设说创作有任何风格的话 我的风格是从我妈妈的厨房 培养出来的 她跟我讲细节就是一切 再来我要谢谢我的大姐刘丽 我的电影的学习的过程 通通是由她帮我安排的 同时她是我最严厉的观众 最后我要谢谢我的老婆 我经常在工作挫折非常多的时候 我就会问我老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她每次都拍拍我的背 她说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 你向前看就对了 我今天向前看 看到那么多同行 参加每年非常重要的一次的庆典 然后我也看到我小小的粉丝团 她们高兴地大叫 然后我也看到评审们 在对我们这些得奖人 上台时候的微笑 我想这可能就是生命的意义 谢谢公共电视 谢谢华智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大家